美方声称美军已经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使命 难道美军的使命就是破坏阿富汗国家 伤害阿富汗人民 甚至在最后撤离前 还要为阿和平重建制造更多的障碍吗 美军在阿富汗的20年就是一本活教材 生动展示了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 把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于人 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